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朋友们好 昨天我们收到四川重庆市 黄阿姨写来的求助信 她算是找对人了 真情对对碰 帮助你我她 她说 她的孩子做作业很拖淌 一小时的作业 要磨蹭到半夜 大人和小孩都弄得疲惫不堪 真惊人啊 原来是为这事啊 那就善用小闹钟吧 猫大哥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大家听不太明白哦 好 那我就举个例子吧 咱们的咖喱妹妹 也有做作业慢的习惯 于是 在她每天做作业之前 咖喱的妈妈 都会根据她的作业总量 和做作业的效率 算出完成当天作业 所需要的时间 然后让咖喱在写作业之前 上好闹钟 闹钟在完成作业前十分钟 就会响 因为有了这个闹钟 咖喱的妈妈 每天都不用督促咖喱了 这样不是轻松多了吗 这啊 咖喱在自己定闹钟学习的过程中 也不断体验成功感 不再把作业当作帮父母完成任务 学习也就自觉了 好 听完善用小闹钟的方法 是不是觉得这个方法值得一试呢 好好考虑一下吧 好了 现在轻松一下 一起去欣赏我们的精彩动画片吧 摆上咯 哎呀呀 这个机会我等了好久 怎么样 还像个算卦的吧 昨天路过鸡蛋 上公室 我听到鸡蛋神 在讨论学院将拍摄一部 一个算命先生的故事的戏 主演要从我和蓝帽当中选出 为了有把握获胜 得先练习练习 无奈江南 飞半仙 过往行人 请留步 睁眼从不说瞎话 神挂立马 破贴机 是鸡妞啊 这家伙傻傻的 请用它练习练习表演 这位大姐 请留步 我看你 顶顶饱满 地阔方圆 不看耳朵 就像汤圆 是百里挑一的 好象啊 飞飞哥 你会看象啊 卡通妹妹 你飞飞哥 不仅是名出色的演员 还是一位出了名的 飞半仙 真的 班上哪个同学 不是在我的指点下 闪闪发光的 蓝帽就是在我的衬托下 才有点名气的 飞飞哥 那快想想 我什么时候 可以成为明星吧 没问题 走 那边请 请抱上你的生辰八字 我是猪年二月 臭师生的 那我算算 哎呀 啊 卡通妹妹 你的生辰八字 不太好啊 凶险冲冲 此官不过 恐怕你 难以成为明星啊 啊 那怎么办呢 别着急 有我飞半仙 给你指点方向 保你逢凶化吉 不过 我的拿手绝活 可不轻易出手的 这个 我懂 我懂 啊 哎呀 啊 没赞钱 怎么办 这 这是我家的祖传之宝 长命寓所 给你吧 花钱消灾嘛 好吧 我再给你仔细算一算 飞大仙 你快算呀 别急 别急 哎呀 最近你可要加倍小心了 吃饭会噎着 出门会掉到臭水沟 过马路会晕倒 啊 这太可怕了 总之 这几天不要出门 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躲过灾难就没事了 最好找个人好好看着你 知道了吗 哦 我知道怎么做了 谢谢飞飞哥 嗯 哎呀 哎呀 没想到我的表演会如此成功 哎呀 淘气 哎呀 哎呀 淘气哥哥 出大海了 淘气哥哥 哎呦 淘气哥哥 淘气哥哥 这次你一定要教教我 哎呀 时间挺破 我帮你收拾行李 你赶紧去我家 哎呀 哎呀 别说了 快呀 快啊 快去救 住手 你别胡闹啦 哎呀 住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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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先生说 我这几天有灾难 不能出门 或许也有人看住 倒气哥哥 我就靠你了 哦 胡说八道什么呀 你把话说清楚 我没有胡说 非白心算的很厉害 快走吧 哎呀 哎呀 什么非白心 谁是非白心 啊 就是非非哥呀 天妞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季老师教我们的知识 你全忘了 现在是科技时代 不能迷信 要相信科学 科学 哦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了 嗯 天妞 你不知道 非非她是古灵精怪吗 我看你肯定是被耍了 对了 我把祖传之宝都给她了 我妈妈知道肯定会烧心的 哎嘿 怎么办呢 什么 飞飞她怎么能这样 天妞 我们找她去 走 是啊 又淘气哥哥撑腰 我怕什么 怎么能被她耍呢 哼 哼 竟敢捉弄我卡通妹妹 过往行人请留步 无奈江南非半仙 睁眼从不说瞎话 神卦立马破天机 你们俩这是 非在仙 听说你算卦狠灵 我也来算算 怎么样 淘气你一副王者之相不用看了 时间不早了 我要收工了 明天吧 慢着 你只要算算 我来这儿是干什么来了 你们是来算 算了吧 淘气哥哥算算 你就得算 哎呀快啥 我还想溜 哎呀 你这算命的也太没水平了 演戏都没人要 我是为了跟猫大哥竞争算命先生角色 在练戏呢 谁吸你的话呀 骗不了我 分明是在账管圈 快快的还我宝物来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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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真的是在练戏 你们明天就会知道的 哈 就算是练戏 菲菲 你也演得太不专业了吧 顾客都找上门来了 啊 让淘气见笑了 我表演得颇好 还请淘气明星多多指点呀 原来是这样 为什么要骗我 你好骗呀 我心定善良 为什么你们好拿我来拍算呢 菲菲成功出演了一个算命先生的故事 她超水平的发挥 获得了明信学院所有老师的一致好评 成为学习的典范 动画片看完了 黄阿姨是不是还在为孩子写作业拖塌而着急呢 不妨按照我们提供的方法试一试 说不定很有效果 上期节目 很多小朋友参与了防震知识的有奖竞答 大家有没有答对呢 让我们来揭晓上一集有奖竞答题目吧 大家听好了 在学校发生地震时 下列哪项逃生措施是正确的 正确答案是 一 在老师的指导下紧急撤退 小朋友们 你们答对了吗 答错的小朋友可不要灰心呀 继续努力 猫大哥 上期节目说的是学校发生地震 如果是在超市或者剧场遇到地震 那又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嘛 还是让我们的动画片来告诉大家吧 请看 地震发生时 在超市剧场应该怎么办 在剧场超市公众场所遇到地震时 要保持镇静 由于商品或其他东西下落 可能使安全通道堵塞 此时 大家可以躲在近处的大柱子或大物体下 等待地震平息 处于在楼顶位置的人员可要注意了 楼梯往往是建筑物抗震的薄弱部分 所以在下楼过程中 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 做到有秩序又快速地向楼下转移 由于公众场所人员众多 最可怕的是发生混乱 在场的人员 务必依照警卫人员的指示 转移到镇区以外的安全地带 来包扎伤口 或者进行救护 我们了解了有关防针的知识 知道怎样刺救了 下面我可要出题目了 大家仔细看好了 答对了 可有精美的奖品 等着你们呢 小朋友们 你们可要仔细地听 认真的答哟 知识有奖进的 在超市 剧场等公共场所 遇到地震该怎么办 一 不顾一切 往外跑 二 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三 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逃跑 知道答案的小朋友 请拨打蓝猫快乐热线 16899199 赶快抢答 赢取精美奖品吧 我们是卡通城的小精灵 我们表演做游戏多开心 手来手一起快乐的成长 会稀高将你最爱我最强 我们的心胸比海大 我们的只想比天高 我们是好好的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 快乐舞台快乐梦想快乐梦想 像是心中的方向 站去飞翔 快乐舞台快乐梦想快乐梦想 像是心中的方向 站去飞翔 像是心中的方向 站去飞翔 小青 走 沙灘 沙灘 5 5 5 4 2 5 5 5 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